POPPY 讲不定期更新的日常 能看见吗 嗨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美妆博主POPPY 那今天呢 我就要来教大家如何剪盲肠 那一定会有人问 为什么这样一个美妆博主 要来教大家如何剪盲肠呢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 unpredictable 什么意思呢 不知道 那现在呢 已经进入了春天 马上就要到夏天了 因为之前是冬天 那所以呢 现在一定会有观众觉得很奇怪 我的手上到底在忙些什么 啊没有啦 因为美妆博主都是这样的 你永远都不知道他们的手上到底在干什么 OK 那我们现在就来说怎么剪盲肠 那在80年代 在手术之前 一定会进行的一步骤就是打麻醉药 OK 那现在已经是21世纪 那我们就不打麻醉 因为麻醉呢 对人的伤害实在太大了 OK 那我们现在就要用这个 OK 大家可以看见吗 可以看见吗 那这个东西呢 叫锤子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跟我脸的这个大小对比 那看见 那这个是我 让我的朋友从法国帮我代购的一个 那大家也可以在国内的专柜买 那代购呢 可能会便宜5块钱 OK 5块也是钱 好吗 那这个锤子呢 很多女孩子家里面现在可能已经有了 但是我们到底怎么正确来操作它 我现在就来教一下大家 大家拿出你们的右手 哦 镜头里面看是不是左手 OK 右手 OK 然后摆成一个L型 OK L 然后你把这个锤子 这样 OK 这样 这样 这样捏住 能看清吗 这样捏住 然后你对于那个人的 好 这里要注意了 有很多人都是对着那些人的苹果肌去砸 那这样是不对的 这样没有办法立刻麻醉 那我们要对的是这个地方 后脑手 OK 后脑手 你就这样 一下 就很快 病人马上就可以进入一个麻醉状态 没有痛苦 就像麻醉打一架很痛 你用这个一点痛苦都没有 病人马上就躺到那里 非常轻松 那麻醉之后 我们现在要干什么 有小鲜你知道吗 没错 我们现在就是要割开病人的腹部 那我会用的这个工具呢 是这样的 可以看到吗 可以看到吗 看一下色号 OK 这色号能看明白吗 看一下它跟我的脸 我跟你们用的不一样哦 这个是现在那个 巴黎时装周最近已经推出了这一款刀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走秀的时候 每一个模特的手里都会拿这一把刀 就你现在出门的时候 如果从包包里 别的女孩子都补口红 对不对 你从包里拿出来一把刀 OK 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只要拿出来 把它推上来 就很fashion 我们现在就要进入到切开腹部的这个阶段 那这个我相信所有的小鲜女应该都会这一步 那我们这里就不多介绍了 就是切开就好 很简单 有一些手残朋友可能会说 那我第一刀划歪了怎么办 那没关系 我换一个地方继续再划一刀就好 是不是 下面就要开始非常重要的一刻 我们要把盲肠剪掉 OK 那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工具 能看到吗 这个工具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非常的好 一般在五金shop里面就有卖 然后也很便宜 这个东西我推荐大家用国货就行 那切开了肚子之后 我现在就要确定盲肠的位置 那盲肠到底在哪里 我相信大家肯定已经都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那真的是 那不可能 impossible 每个医院里面都会有盲肠 所以盲肠到底在哪里 我今天就不用再多说了吧 好吗 我们现在就来说如何剪盲肠 首先你要先把盲肠 你这样拍 你拍拍拍拍拍 OK 轻轻地拍它 这样呢 你就可以把它的褶皱拍小一点 让它更呈现出青春的光彩 我们女孩子肯定都不希望盲肠上面 是皱巴巴的有皱纹 我们女孩子肯定希望我们的盲肠也是青春的 散发出光彩的 对不对 那有人就会说 那是不是要擦酒精 没错 我们要擦酒精 就把酒精顺着盲肠的纹理去擦 涂完酒精之后呢 我们稍微等一等 等这个酒精在盲肠上面熨染开来 呈现出一种非常自然的光泽 那这个时候火候正好 我们就可以开始剪盲肠了 盲肠到底怎么剪呢 非常简单 再拿到剪刀 剪完了 那么现在呢 就进入了最关键的一步 就是缝盒 OK 那缝盒呢 我推荐大家用这样的线 注意哦 能看见吗 可以看一下跟我肤色的对比 是不是看不见 没错 它就是这一季新出的裸色的阳肠线 我知道有很多美女喜欢用白色的线 但这个我真的不推荐 因为它跟你大肠的色号完全的不符 我们女孩子出去都想要泡泡亮当的 你不希望自己的肚子一打开 让人家觉得 哇 你的肠子上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白的 是不是 真的这样的事情你们不要笑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真的你到时候跑都不敢叹 OK 所以我们要用这种裸色 它贵就贵在这里 OK 它是最新的一个合作款 但是为了避免打广告 我就不说它的品牌了 那我们现在就缝 就缝 OK 好像有东西流出来 没有关系 如果有东西流出来的话呢 大家不要惊慌 我们就用这种 医用的酒精棉片 我们就这样把它擦掉 就没有了 是不是很干净 那擦完之后呢 我们就要用这个三号镊子取酒精棉 在缝线的地方擦一擦 一个是起到保湿的作用 一个是呢 最后可以给它定妆 定妆非常重要 好吗 我小刀呢 我小刀好像流到肚子里去了 阿宝没事 反正不是很贵的东西 就没关系 好 那现在大家都学会了吗 学会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在家里面 尝试一下 如果就忙长了 下一回我们将教大家 小蜜蜜 下一回我们再见 拜拜 非常重要的一个 我们今天拍的所有的内容 都不要有人当真 不会有人当真了 我们建议这个视频 所有15岁以下的小孩 都在父母的陪同之下观看 真的 因为我真的不会隔茫长 OK 这个视频从头到尾 都只是一个玩笑 拜拜 拜拜 我是你的美张博主 Punny 拜拜 周末愉快 但代购呢 可能会便宜 5块钱 已经是21世纪 那我们就要 我们就要不打麻醉 因为麻醉 可以进入一个麻醉状态 没有痛苦 就不像麻醉 打一针很痛 哈哈哈哈哈哈 光影拿出来一把刀 哈哈哈哈 白选 这 天呐 每一个医院里面 都会有盲场 哈哈哈哈 我们女孩子肯定都不希望 盲场上面有咒 哈哈哈哈 妈 发生了咒 明天呜 明天呜 摇特色 后能影 完全并 Нач新 进行